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喵哥 这段时间南方很多地方都下雨 长沙是难得见到这种晴天 所以喵哥就跑出来拍视频了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夜间在城区开车的时候 车道选择的问题 我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 喵哥个人非常不建议大家走左侧车道 为什么呢 第一左侧车道 我们在城区的话 很多地方都是那种白色的 柵狼式的隔离狼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图 就是这种白色的 柵狼式的隔离狼 就是那种卡脖子的 有人从那翻越的时候 一不小心这个踩空了 结果脖子卡住了 卡到那个护栏上面 结果就隔屁了 那个护栏呢 最好不去翻越 确实有危险 但是恰恰既有这么一些人 夜晚喜欢超近道 从那个护栏里面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正好如果对面的来车 灯光不是特别好 我说的是 它的灯光比较闪的情况下 你不管远光还是近光 这个时候 就会在这个汇车的这个区域 形成一个视觉盲区 看不见 这个时候你的车速也是比较快 走那个车道一刹过去 撞到人的几率 那是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这是第一点 没有个不建议走的 第二点 我们现在的城区的这种 红绿灯路口 其实一直在优化 由于我们的交通流量越来越大 这几年了买车 所以那个车子越来越多 交通的这种设置 规则也好很多 远远赶不上汽车这种的速度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种红绿灯路口 经常在修路 在改变规则 这个时候你要仔细一点 你会发现很多城区 在红灯停止线后方的车道 会比这个对向路口的车道 一般会多出一个车道到两个车道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 假如你在这个位置 你走的是最左车道 而且最左车道 这个路口又没有这个左转弯 或者这个吊头车道 你走的是最靠的护栏那个车道 所以说这种情况 你要是这个雨天夜间 走那个车道的话 速度也比较快 极有可能转到路中间的墩子 或者转到对向的来车 或者转到中间的隔离护栏 你这么这个一过路口转弯 挤车道旁边的车子这么直行 直接就撞到你了 而且它撞到的是你的这个侧面 这个时候你的全折非常不划算 所以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假如是雨天的话 对向车子 尤其是大车走过去之后 所见起的水花 极有可能会见到你这个车道上面来 所以说你走最里面那个车道 其实你前挡风玻璃上的这个视线 要比中间这个车道差很多 因为这个见过来的那种水花 那种粘水比较多 所以的话 对你的视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第四一点 我们很多地方最左侧车道 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 它都会设置成左拐或者掉头 有些大一点路口 可能还有两个左拐车道 所以说 如果你是一直走的最左侧车道的话 你到了这个路口之前 你要执行的话 你就势必往里面逐渐并到并到 去抢中间的车道 这个时候你才能执行 所以你要是不熟悉路况的话 等你到了实线 你才发现原来你走了这个车道 它居然是个左转的车道 那怎么办呢 要么逼着你左转 要么逼着你这个 从实线上面 压过去 压实线 走到这个自行车道上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 扣分罚款 就在手拿免了 所以说 以上4点就是描格给你总结的 我们在城区开车的时候 如果这个路况不好 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建议大家 今天不要去走这个最左侧车道 选择中间车道 比较安全靠谱一点 尤其是在陌生的城市 你不知道下一个路口 它的转弯执行是怎么设置的 所以机油可能弄不好 一不小心你就违章了 这点非常不划算 如果你觉得喵哥讲的还实在 对你有帮助 帮喵哥点个赞 给他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